是因為對圖形神經網路有一點興趣 所以就去研究了一下 那然後就要提累 然後發現大家就想要聽 然後就提累一起聽 那好再講就是為什麼 等一下今天大概會講就是什麼就是圖形神經網路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使用圖形神經網路跟它的一些種類 那其他的東西我只會比較rough的講一下它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因為它牽涉到圖論跟網路的拓補的一些結構 其實真的還蠻深的 然後也有專門的人都在做這個 然後我其他我大概講一下空電域 然後我的比較簡單的部分的一些例子 然後我今天東西大概就是主要是以頻率域為主 對 然後比喻域的話就是有兩篇主要 paper 160跟170 paper 那一篇比較新的是騰訊的 paper 那這邊我還沒有看很熟 我回去又沒有看很熟這樣 所以大家提一下 那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時間空間跟流行 對 流行領域 對 那最後就講一下說 那個圖形神經網路的一些ation 那圖形神經網路呢 它適用了 它適用的情況呢 就是說 你只要可以把你的問題畫成點跟edge 那然後它就是 它只要是WF的情況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它來做分類或分群這些事情 其實最主要好像都是在做分群分類的問題 因為只要你有辦法對你想要的節點 做分群分類以後 其實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對 像是做推薦這一類的事情 對 那 那主要適用的應用的範圍的話 就像說這樣子的社群網路 社群網路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畫成Graph的節點 那或者是三圍的人體的模型 或是什麼分子結構 要辨識分子結構 對 還有推薦系統 其實適用的範圍很多 那 那在圖形神經網路上面的話 最重要的問題 好像環繞在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我現在我這個節點 我現在的節點我跟我周圍的鄰居之間的關聯性 對 這是屬於locality的部分 就是compativeness 就是屬於跟周圍鄰居相關的 相關性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屬於連接性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跟我周圍的人一定是 很容易是物語類聚的樣子 所以跟我很接近的就相關性就很高 所以它特徵值的相關性也應該會很高 對 但是在圖形上運的結構上面 可能還會有連接性的問題 就是說我可能是兩個寸落 或是兩個圖的那個 兩個圖的 的聚集這樣子 那我中間可能連接的話 只有一個邊 那這樣子其實 即使相應的兩個點 他們之間的特徵值 位於橋兩邊的兩個點 它的特徵值接近 其實你還是不太可以把它分成是兩群 對啊 因為這可能是兩個公關嘛 對不對 那就是所以你還要考慮連接性的問題 的做分群的話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還要考慮 拓譜性 拓譜的問題 因為可能你今天是 你要對一個人做分群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的是這一個圖形的點的結構 它在拓譜上面可能是長得像一隻手 這樣子 在它的圖形的形狀上面 幾何形狀上面 它可能是屬於一個神樣的形體的情況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其實 我們在做在圖上面 想要對點去做分群的話 有一點像是設計演算法 都是在這三個東西之間的取捨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圖形神經網路呢 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CNN的話 CNN 應該說圖形神經網路跟二維的CNN的對比的話 就是說CNN沒有辦法處理非歐級的結構的資料 也就是說 因為CNN的話它的那個filter是固定的size 所以它的neighbor neighbor的數目大概都是八個點這樣子 上下左右 三乘三嘛 三乘三五乘五乘四乘四這樣子 所以它的neighbor size都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你畫到圖形上面的話 它的第一個是neighbor數不固定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filter的話 要做一個filter filter在圖形上面來看就有點像是 就是我今天以我的點為中心 然後我要做filter的話 就是把我 現在我對這個配手做filter的話 就是把我周圍的其他的neighbor 做一個價格平均這樣子 那你的neighbor數每一個點 其實都不太都不一樣 所以你很難去定制化 那個filter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再來就是如果你只是 如果你只是簡單的取周圍的neighbor這樣子還OK 但是如果你想要對這個filter有更多的想像跟要求 對 你想要有它可以再擴散出去第二層的 對 或者是它有一些很客製化的方式 這樣子去做 去對一個幾何圖形 去定制它filter的型態 這樣子在空間域上面要實做這樣的情形 其實是蠻困難的 對 那 呃 GNN 就是 就是希望能夠 呃 大部分都是都是在解決這樣 呃 如何收集周圍的資訊這樣子的問題 嗯 那 呃 呃 歐式 歐式的資料就是 2D的CNN上面來說 就是 語教上面說是一個number是固定的 那 filter啦 filter的number是固定的 那 你的filter也是屬於 有順序性的filter 這樣子 對你的周圍的鄰居是有 有順序性的一個個做filter 跪的 然後 呃 CNN有一個 它也是位移不變性 這樣子 呃 你的物體 對於在圖形上面 你做一點位移的話 其實你做完固定那些東西以後 其實它還是辨識的不錯了 對 但是對於 你做飛歐式的資料 這種圖形的話 就是剛剛已經說過number order 因為neighbor其實是無序的 對 欸 neighbor就是 其實它就是set 集合 它是無序的 對你不會有順序性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它也沒有什麼所謂的XYD的 像2D一樣的座標 然後你 你如果對於你的節點做位移的話 改變了 改變了它的幾個結構的話 你的聯通性 那些區域性都會改變 所以你不太可能對它做位移這件事情 對 這就是它的主要對面 那我稍微講一下說 目前 因為空間域的 空間域的在圖形上面做 做 它不算是neighbor 但是就是在圖形上面做 embedding這件事 graph embedding 就是說 做 如何蒐集周圍的圖形的資料 然後對圖形做處理 做分群這樣子的處理 在空間域上面現在的做法 是什麼樣的 的做法 那我大概rough的介紹一下 我自己的理解 那就是說 這個的話就算是 這個的話算是 neural network的版本 那就是說 如果我在圖形上面 這是一個人體的話 我對這個圖形的話 的某一個節點 我要對它做 我要對它做filter 我會怎麼做 就是說我對這個 某一個這個節點 那我 我得到它的feature值 這個節點的feature值 那我對我這個節點的feature值 做一個權重 給它一個權重 那我同時間 對這個節點 它的neighbor 它所有的neighbor 所有one out的neighbor 得到它的特徵值 特徵項量 然後我同時也給他們 所有的節點 一些權重 這樣子 那透過我自己的 我自己節點的加選 跟我作為neighbor的加選 對 然後我就可以 再做一個activation 我就可以得到 我現在的 現在的節點的 新的特徵值 這樣子 那這樣的方式 是屬於一個 比較基本的 以空間域的做法 這樣子 那 那 其實這就是算是一個 叫做graph embedding 也就是graph encoding 對啊 就是說 把你周圍的資訊 做 做編碼 或做編碼 或做壓縮 然後成為你現在的 新 新的 特徵項量 這樣子 你自己這個節點 新的特徵項量 這樣子 對 那 那我今天要講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半監督式的分群 對 那半監督式分群的話 半監督式分群在做什麼 就是說我要對節點 我今天一個圖上面的話 我今天一個圖 我一個圖上面的話 有一些節點 我有給他label 也就是說我知道他是哪一群 就是有些節點我知道他是哪一群 我給他少量的一些label 那我給他一些少量label以後 我再對這個圖去做處理 做一些處理跟分群 然後他可以 我希望他分得很好 這就是半監督式的 對 因為我給他一些label 那如果完全沒有label的話 就是全 就是無監督式的 對 那透過給一些資料以後 我就其實情況還蠻常用 就是我們可能一大堆的資料 我無法給他完全的標註 對 但是我們可以給極少量的一些標註 希望他能夠造成我們想要的這些標註 被分得很好 對 一些關鍵的label 那這個問題就是在做圖上面的話 我們假設有一個圖 那這樣子我們想要對他做半間都市的分群 那一個對這種半間都市分群在空間域上面 比較常用的做法的話 就是像定義出一個loss function 那這個loss function的話 L0的話就是屬於 就是屬於 就是屬於一個 假設就是一個分類器 對 它就是一個分類器 那它就是這個分類器的話 就是對 有label的那個data 去做 去做定義一個loss function 然後去做分類 就input 然後分類 分類 然後對應你的label 這樣子就是你的loss function 它只登對label data 這樣子 但是我們同時間 對定義了它一個regulation 對 那這個regulation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regulation的定義就是說 另外相應的兩個點的label 不可以差距過大 對 對 我們有label的data 那我們 我們想辦法去chain chain出這個分類器 那同時間我們要定義 在所有之間 所有這個圖上面 有關沒關的點 有沒有label的點 他們之間的label 都不可以差距過大 因為物語類具 在周圍之間 label應該不會差太多 對 這是一個早期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 對 那後來會被演化成說 後來會被認為說 改進了以後是說 那個 其實相近的節點不一定label進 但是相近的點點 它的embeding應該是接近的 對 embeding就是 就是我剛剛定義過embeding的意思 就是它encoding encoding周圍資訊到現在有新的 自己的節點有新的想樣 所以這就是說我現在這個節點 它embeding 它的應該是會接近的 這才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可能不一定會是label進 但是embeding會進 對 那所以後來新的話就是說 相鄰的 只要我是有相鄰的點 那我的label就比較進 以這樣的方式做regulation 然後在半監督上的分群這樣子 那 這就是一個這樣的方式 那 對 那是一種標準法 那另外一種叫做專門是 叫embeding based approach的話 它就是屬於 它 也就是這篇paper 接下來的paper有比較的這些對象 那它就是屬於 它就是屬於 embeding based的方式 就是屬於 我怎麼樣子 嗯 嗯 等一下 喔 embeding的方式 大部分 這邊都是無監督的方法 無監督的方式 只是這篇paper 雖然它們是無監督的方式 它還是 它還是會自己少量給它一些標數 那我現在都講它的無監督的方式 就是說 embeding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今天我如果有一個圖的話 我在這個圖上面 我在這個圖上面喔 隨意的 隨意的 嗯 好我先講 我先講這個 這個SkiGrain是什麼好了 SkiGrain是我心了解的 就是說 原來在圖上面還有用到一些 MLB的技巧 那就是 其中一種技巧 叫做SkiGrain 在14年加進 好像是從 是從 WaterVector這個 這個 這個 方式 很流行以後 就開始很多人 就 應用WaterVector的技巧 那這個技巧到底是什麼 它這個技巧 在MLB上面就是說 在MLB上面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句子 那我句子裡面的 某一個 某一個中間 我要特定的字 那它的向量放在 放在Input 那放在神經網路 兩層 這樣神經網路的Input 那我這個句 這個字詞的周圍 其他的字詞 放在Output 然後我去Chain 我去Chain 這些這麼多的句子 那 Chain這麼多句子以後 我這裡的 向量 WaterVector的這個 比較長的這個 定義出來的向量 然後就可以 對應出一個 這個是HiddenLayer 但是我們就是把它當 我們就是把它定義成一個 比較低微的向量空間 對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現在的向量 透過我們跟周圍之間的語役的關係 定義出我現在這個向量 它在低微空間中所代表的 的意義是什麼 對 所以這個方式呢 就叫做SkidGrain 對 也就是WaterVector的兩種方式 對 但這個 這種Input 一個Word 然後對應中間 它周圍所相關聯的字詞 然後把我現在原本這個向量 對應Mapping到一個低微的空間的這個方式 就叫SkidGrain 我們在NLP裡面 後來就會拿這個低微的向量 來表示原本的向量 他們認為這就是在語役空間裡面 在一個句子裡面 語役空間裡面的 代表這個字的語役向量 怎麼說 語役向量 所以就是會 它會認為它包含了周圍的資訊 那在這裡的話就是說 一四年這邊把這個技巧拿過來用 所以我們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讓這個點的向量 包含了周圍的向量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 你就是如何包含周圍的 周圍的資訊 那樣子 那方法是什麼 就是它其實 方法就很直接 就是我隨意的 在這個圖上面亂跑 撒了很多的點 不停的一直做取樣 亂跑亂跑亂跑 那我就會得到很多的序列 我如果得到很多序列的話 我就可以對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三 然後我就這個三的話 就相當於我要 train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三 這個點的向量 就相當於放在 input 那周圍旁邊的點呢 就相當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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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周圍的這個 的向量 那我這樣子去 chain的話 也是一樣把我原本的向量 對應到一個 低微的空間去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包含了我周圍其他 向量資訊的 一個語役性的 的周圍的向量 這樣子 就我現在新的這個向量 應該會包含了周圍的 的 的 的特徵值的 特徵neighbor的 feature的關 的那個 相關連性的 而且很難講 那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 嗯 那所以說 呃 所以說 如果每一個點 後來都有 那這個東西就定義成 Embedding 只是 就叫做 randomwork 加式Digrain 所以叫做 Deepwork 對 randomwork 加式Digrain 那 那 那我這樣子 就可以定義出 新的Embedding 那因為它是無監督 所以你就會 自己再 根據這些 新的Embedding 去做分群 那 那 比較有趣的是 呃 好 那 Embedding的方式 Deepwork Node to Vector 證據 根據14年的方式 做改進 那它的方式其實是 是 其實是差不多 只是針對 randomwork 剛剛是隨意的 在周圍附近跑 只是它多定義出了 我到底是要用EFS 在周圍跑 還是說我用 Dead first search 往比較遠的地方跑 對 那怎麼樣拿捏這個比例呢 就是它有定義出 你可以自己定義它的比例 對 那我這邊就稍微講 就是如果你選擇BFS的比例比較多 當然就是說 就代表說你想要跟你物以類去相近的人的資訊比較多 因為其實你可以想像你周圍的點很多 你也沒辦法全部都採樣完 因為在計算量會很大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我現在的點 我要盡可能跑BFS去周圍的那個 還是我要多一點 大一點的幾個的 幾個的特性 我取樣多一點外面的點 所以我用DFS去跑第一層 第二層第三層 比較遠一點的點的特性 然後一杯你進來我這裡 對 所以就是 NoteVector就是多一個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 那 再來是這邊 我接下來 今天要介紹的Paper的話 它主要比的是這一篇 對 那個時候它覺得這篇是比較好的 這篇的Paper就是說 這邊Paper的話就是說 它 我如果今天 其實它今天就是 我不想用一個 想一想 就是 這邊剛剛沒有講完 就是說 就是說這種 Imbed空間域的方法 這種空間域 應該說這種不是用神經網路的方法 都有一個缺點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的Imbedding 是事前線算出來 我先替每一個點 把周圍的資訊 做相樣空間的低微的對應 所以我得到一個新的Imbedding 但是 接下來我再拿這個Imbedding 可能是去做分類 所以這兩件事情 是分開來做了 但是 這件事情 如果到神經網路做的話 會變成一種 End to End的架構 也就是說 我可能 我如果能夠做到 我在邊訓練分類的 的情況下 如果我今天有Label 有Label 那我今天邊訓練分類的情況下 我邊去定義 我Imbedding 應該要怎麼樣子 去拿周圍哪些的點 對 哪些的 哪些周圍的Filt 應該 我怎麼Filt我周圍的 我怎麼樣跟我哪些周圍的點 去做 去得到一個新的Imbedding 然後這個新的Imbedding 再去Chaining我的 我的 根據我Label出來的那些點 去Chaining 對啊 End to End的架構 也就是說我邊Chain 我的分類器 我邊去做Imbedding 這件事情 那他們這樣子的方式 絕對會以空間域 這樣子分開來去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我們現在的這個Imbedding 最大問題當然大家都存在 你根本不知道 你現在Imbedding拿的資訊 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 對啊 因為你看 你在這裡也是在做一些選擇 這樣子 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法 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 當然後來就有這種新的方法 那這種新的方法 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 我今天每個Node的Input Feature 然後我事前先 勸出Imbedding出來 勸出我每個點的Imbedding 那我可不可以 把我的Input Feature 跟Imbedding 事前勸好Imbedding 一起去訓練 一起去做 如果半間都市的話 就一起去訓練那個Label 然後得到Wake的值 然後再對其他的 沒有Label的Node 去做 去做 做Inference 這樣子 那 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是說把 Input Feature 跟Imbedding的訓練 同時間一起做 對啊 就是 Input Feature 跟Imbedding 這樣子 對啊 Input Feature 的向量 然後同時間我去訓練 我現在的Imbedding 然後同時間做Fablet 這樣子 那兩件事情一起做 這樣子 那 但是兩個差異是 這個Imbedding 事前先算 事前會先算 事前會先算 所以他的 事前會先用Skid對你算 所以他其實這個Imbedding 對應到的 每一個點都會對應到自己的 向量空間去 而且會用到比較完整的周圍 沒有Label的Data 然後但是這一個的話 就不會用到沒有Label的Data 這樣子 好 雖然我不想講太多了 就是 就是 那個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剛剛那邊都是空間域的方法 也是 接下來可以會有一些比較的方式 那 接下來就是 頻率域的 做法到底是什麼樣的方式 在做這個途徑 捲機網路 那就是說 那 這一篇ICLR2017就是 他是根據 他是根據一篇2016的paper 去改進的 對 那 那 那 這一篇paper呢 他做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辦監督室的分類 替一個 替一些 一些Graph 替一些Graph 然後上面已經有一些點座標註 然後他要做一個分類 然後他這邊 可以證明說他現在簡化了 他現在把分群 嗯 他定 他 他們 他們 一起 他們定 頻率域這邊呢 這邊呢 定 定義出一種 神經網路的 方法 的 方式 然後 在半間都市分群上面 達到一個 比之前的空間域還要好的效果 這樣子 所以說 這就是他們的 優點 這樣子 那 那 那我來看看 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那 那 我們 因為17年這篇paper呢 是根據16年這篇paper 所更改過來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講一下 16年這篇paper到底在做什麼 那簡單來說 我們 我們先來看一 來看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說 就是說 呃 這是一個圖 那 這是一個規復 規復上面的點 那每一個點都有他自己的特徵象徵 這樣子 那我們 定義出一個拉普拉斯矩陣 那 拉普拉斯矩陣 那拉普拉斯矩陣是什麼呢 拉普拉斯矩陣就是一個 拉普拉斯矩陣就是一個 拉普拉斯矩陣呢 是一個 呃 D 它是一個 有忘記 Degree 它是一個D-A L是D-A D-A D-A就是一個Degree Matrix 減掉Adjacent Matrix 就是 就是 Degree Matrix呢 就是一個對角矩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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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矩陣 那這個對角矩陣呢 只有對角性有之 那它代表就是說 呃 我 它代表就是說 我現在每一個點 它對外的連通度是多少 所以說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 第一個點 F1這個點 它如果是 一個 一個對外的話 它Degree就是E 那如果它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 它對外的連接度是 呃 它的連通性啊 是3 那它的對角這邊就是3 對對對 這就是對角矩陣這樣子 那 另外還有一個相應矩陣 相應矩陣就是說 我們 呃 我1跟2是有相應的 所以我 我 1 1的 第二 IJ是1 啊 I是1 那J是2 的 情況下 這邊就會是-1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話 在F3這個 F3的話 因為它有跟 2 4 6 7相應 所以你可以看到 2 4 6 7 都是一個 都是 都負1 這就是 這是相應 本來是1 就 adjacent matrix A就是 是一個連通性 如果我會相應 我就取1 但是 拉古拉斯矩陣是一個D-A 所以Degree減掉 adjacent就會變成負1 對 那它的這個矩陣 比較有趣的特性就是 它的行 因為你是代表你的相應性 跟你的Degree 所以它加起來一定是0 這樣子 對不對 3 因為Degree就是你外面連通度 那跟你相應的鄰居都-1 就一定是0 這樣子 對不對 也就是有趣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矩陣 這個矩陣 這個矩陣呢 你把每一個訊號 每一個把所有的這個東西 呃 乘上了 你乘上第一行 你乘上第一行 我們 隨便啦 乘上第二行好了 乘上第二行 乘上這邊 然後你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二個點呢 第二個點的話 它的 呃 它的 特徵項量 會 自己的特徵項量乘3倍 周圍的特徵項量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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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實 有一點 它其實就像2D上面的 convolution 懂嗎 對不對 就是 就是我這 它 它乘完這個 每一項這樣子 很 唐稱值以後就會發現 都就會 就會變成一個 convolution 這樣子 所以我等於是 我乘上拉伯拉斯矩陣 就相當於是我 對 出來的新矩陣呢 就會是 出來的一個新矩陣就會是一個 我跟周圍的項量的差異值 對不對 周圍項量的差異值 所以它其實就相當於我 F5 每一個點就會成為一個新的 新的 新的項量 然後這個項量就是跟周圍的 neighbor的項量的差異值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會是一個 就像是 乘上拉伯拉斯矩陣 就像是一個空間域的filter 對 空間域的filter 只是你對商家 對周圍是做filter 周圍是做difference的 difference operator difference operator difference operator這樣子 對 那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子 它其實式子就是這樣子 對 就等於是我有相應了 我就做difference 那其實意義上就很像空間域 對每一個點 就對每一個點做空間域的filter 這樣子 那 那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如果把拉伯拉斯矩陣做 做對角化分解 對 做對角化分解 就分解出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的話 因為α是矩陣是一個正半定矩陣 所以它一定可以被分解成 被分解成為 一定可以做 eigenvalue的分解 而且每一個 eigenvector 都是正 都是那個 osonormal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如果來看說 拉伯拉斯矩陣分解 的話 然後我們剛剛這個 剛剛這件事情 L乘上F的話 F乘上L的話 等於是做空間域的filter 那我們還 大家應該還記得說 如果我們在 頻率域上面做 我們通常我們在空間域上面做filter 我們其實有學過複列轉換 就可以知道 其實你在空間域上 我應該這麼說 我在空間域上做convolution 這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轉換到 轉換到頻率域上面去 然後我在頻率域上面做完 做完 這邊就是 複利頁的卷擊 對 這是它的定義 就是 我一個filter 對我的這個訊號 然後我們要做convolution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張照片 對一個filter 我們要完成一個完整的卷擊 對整張照片 完成一個卷擊 其實可以相當於 你把filter 轉到頻率域去 跟你把照片 轉到頻率域去 然後直接對兩個韓式 去做相乘這件事情 做完相乘 然後做完相乘以後 你再轉回來 再轉回來 所以 卷擊的這個行為 卷擊的這個行為 跟 跟 轉機的這件事情 呃 所以 呃 所以說 我們 我們之前 我們對 我們在空間域上面 我們剛剛對空間域上面做 在空間域上面做filter 我現在已經把它 應該說我們對空間域上面做operator 這件事情 做了一個difference operator 對 difference operator這件事情 其實difference operator也很像一個filter 那我們把它拆解開來看 它到底是一個 這一件事情 我們把它拆解開來看 拆解開來看 它到底是對應一個什麼樣的行為 它就相當於說我今天 我x 就是這裡 我x乘上ut 我乘上ut的話 就相當於是一個負利液轉換 對 就等於是 在 以數學的觀 以線性代數的觀點來說 我乘上ut的話 就相當於是 換了 換底 就相當於是換底 換了一個座標系 換到另外一個座標系去 因為如果 換到另外一個座標系去 然後在另外一個座標系上面去做 相當於我在空間域上面做的一個 一個 在這個座標系下的operator 然後 然後我在乘上另外一個 我在乘上 一個u 我在乘上u 再換底回來 原本的座標系 對 因為在線性代數 裡面有這樣子的做法 通常都是在 我原本的這個operator 原本我要做的線性轉換 這邊不好做的情況下 我會把它換成 換到另外一個座標系去 然後再定義一個新的operator 定義一個跟它接近的一個做法 然後做完以後再把它轉回來 對 那在線性代數裡面 這樣子做的定義 就很像是 很像是在頻率域裡面 很像頻率域裡面 我先轉到一個頻率域去 然後我再做一個 我在做一個 一個conversion 然後我再轉回來 這樣子 所以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在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 我們認為是在頻率域上面 做了一個參數化 把它參數化 那我們目的 從頭到尾 這邊paper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怎樣子 在頻率域上面 定義出一個filter 的這件事情 那 所以說我們既然 在空間域上面 在空間域上面的filter 其實是可以被轉化成 頻率域上面的 一樣 一模一樣的 流程的運算 我們只是 我們幹嘛不在 頻率域上面 參數化這個filter 使它成為一個 很客製化filter 而我們去 它是有參數的 而我們去chain這個參數 就等於是在頻率上面 得到一個頻率上的filter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呢 整個式子就變成 最難的地方 終於講了 所以 整個式子就變成 我們 我們 這裡呢 就 我覺得 這邊 就是剛剛說的L 就是拉普拉斯矩陣 就是我x 乘上拉普拉斯矩陣 這樣子 那 只是 拉普拉斯矩陣 只是一個difference operator 但我們 把拉普拉斯矩陣 拆開來以後 在空間域拆開來以後 我們取出 我們認為 在頻率域上面 所對應的這個operator 去參數化 頻率域上面的operator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要把 eigenvalue 對 eigenvalue 這個 我們認為是在頻率上的operator 去參數化它 然後把它參數化成一個 convolution的operator 對 對 它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認為 在這裡做參數化 應該是 得到結果 因為這是要 勸的啦 勸出來 然後跟我們的label 這樣子 做loss function 然後得到一個 我們 畢竟我們要不 很接近的結果 這樣子 所以說 對 這邊 就有點像 你在空間域上面 有個filter 又轉到 頻率域上面去 然後 其實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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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個能 雖然這邊不理解 沒關係 那 那這篇 16年這篇 paper 到底在幹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 圖形上面 有大家的特徵向量嗎 那我們 我們在圖形 這邊不要看 我們在圖形上面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特徵向量 在16年這篇呢 是要改進這個式子 改進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圖形上面有特徵向量 那我們 轉到 我們參數化了這個filter 這個在頻率域上面的filter 那這個在層頻率域上面的filter呢 它會有 因為你itemValue的話 一定是一個N階的 你是一個N乘N矩正 你的itemValue就是N個 所以你去參數化 每一個itemValue 都給它一個參數 會有N個 N個其實 數量大的時候很可怕 對 你要做taining出那個東西的話 參數很多 這樣子 所以他們認為 除了參數很多 難勸以外 再來就是說 我要算 我要 我定義成 這個是一個 在頻率域上面的 卷積的行為 對 就x 乘上filter 這樣 在空間域上filter 這是我定義出這個 卷積的行為 我竟然要做itemValue的分解 才可以做 那itemValue的分解的話 好像是olderN三方 好像是蠻花時間的 那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 是itemValue是一個dense的matrix 的basis結合起來是一個dense的matrix 如果我乘上它的話 會是一個olderN平方 對 那這些累加起來都是一團大的offer 所以說 他提出來說 既然如此 我們參數化的形式 可不可以input一樣用 原本的itemValue 但是我不要對每一個itemValue 都給他一個參數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能不能用一個 叫做缺筆學夫多項式 就是它有點像 開熱展開式 就是用來 可以去逼近任何的 函數 對 那我們用這個 缺筆學夫多項式 去近視 那個函數 這樣子 那就比如說 多項式的話 就是說 input是 它的定義就是這邊 那它是一個d軌的定義 這樣子 d軌的定義去逼近 我們要的任意函數 所以它input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放進來 原本的itemValue 原本itemValue 當作我們原本input 然後我們就用d軌的定義方式 去得到這個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六項就是 就是由兩倍的五項 減掉四項的這個 這樣子的方式 那定義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那它到底是怎樣 定義它的 定義它的那個 那個 就是說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 給它一個六項的 六項的參數 那這裡喔 這裡是 這裡是 這裡是這個 這裡就是 這裡是filter 這樣子 這裡是filter 然後 然後 就是說我現在這個filter的 參數化定義 我就用一個 假設有六個參數就好了 然後我用原本的itemValue 原本itemValue 原本itemValue 當作它的input 然後去參數化出來 這樣子 那 這邊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喔 這邊有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它一個重要的經費 就是說 欸 那個 這個 x是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那 那我們來 然後 你看這個filter 被 tribut學徒多相識 帶進去 這個filter 被tribut學徒多相識 給參數化以後 我們帶回原本的 原本的這個式子 原本的這個式子 原本的這個 U乘上 福利A 損壞 乘上filter 福利A的filter 這個式子呢 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 懂那個 有看懂剛剛 這位 那個 他的presentation的話 你就會看到 那個 有一個 對角化有一個特性 對角化有一個特性就是 看一下 就是 就是 你們可以 我記得 我記得這個u 乘上 u乘上 你的itemvalue的平方 再乘上u的ut 就是 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是 可以是 可以是u乘上 i根value ut 括弧的平方 這是他們對角化的特性 因為你可以看 就是這裡啦 對啊 因為你可以看 你對 你對別人 這個左邊這邊是l 對 第一個是l 對不對 l 因為u乘上i根value再加ut 是l的分解 對 所以他根本就是l 對 l 對 這是l 對不對 l乘上l 的話 就是l的平方 那 兩邊是可以 兩邊是可以約掉的 對 兩邊是可以約掉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很 有趣的對角化 現金耐出對角化的特性 就是說我對l的平方的話 就相當於我直接 我直接對i根value做平方 對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特性 對 那我們從缺比學夫多項式裡面 他這樣的近似方式 我們如果帶回原本的式子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的話 我對每一個i跟value 我對每一個i跟value 如果兩邊都有一個u的話 兩邊都 兩邊對每一個i跟value 因為x就是i跟value input就是i跟value 那我對他放u跟ut的話 其實就相當於 就相當於變成一個l l的五次方 對不對 我對i跟value的五次方 左邊放u跟ut 就會變成l的五次方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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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 那意思就是說 欸很特別喔 我這個 我這樣子的式子 我這樣子一個filter的式子 然後我這個filter的式子 帶回這裡 帶回這裡 就是這個帶回這裡 那因為左邊有u跟ut 然後每一項 每一項都有u跟ut 每一項都有u跟ut 就變成了一個 就變回l了 就變回l的式子了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原本的式子 就沒有i跟value 就變回l 對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不用再做i跟value的分解了 對我們不需要再去算i跟value 反正 反正這個參數化形式 這就是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再做i跟value的 我們利用了對角化的一個特性 那式子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我們與其對i跟value 我們做完deconvolution 我們做i跟value分解以後 對i跟value分解以後 對i跟value做次方向 做缺比全部的次方向這樣子的計算 我們倒不如直接對拉普拉斯矩震 就完全不做i跟value分解 拉普拉斯矩震 去做次方向這樣子 去方向的等累加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好處 當然說我們不用再去去做 不用去做i跟value的分解 這樣子 而且還有另外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是說 拉普拉斯矩震本身是一個西蘇矩震 對西蘇矩震 就是0的地方會很多 對 因為你不可能邊都一直連 都連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這種西蘇矩震的話 有特殊的處理方式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 就是說其實也還蠻容易理解 就是非0像我們是不會去成的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會成的 我們x乘上l的話 每一個x乘上l的話 其實都會只有乘它的邊數 對 只有乘到非0像 非0像就是 它是對稱矩震 所以它會是兩倍的邊數 所以其實就是說它的複雜度 其實是會跟邊數乘 對 就是oder你的邊數 而不是原本你的 而不是原本你乘上i跟vector 裡面的O的N平方 的dense matrix 你每一項都要採到的O的N平方 對 所以這是它覺得 它另外一個提出來的貢獻 對 那 所以說 對 這是一個比較詳細的 這個u跟ut 你帶回去 這裡面以後 會變成l的一個推道 這樣子 那 所以簡單 簡化來說 這篇的16年 這篇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呢 它就是說 我們 我們不需要去對空間域去設計filter 我們直接在頻率域上面定義filter 那我們就不用去考慮它的幾何形狀長什麼樣子 對 那我們只是需要在空間域這樣這樣定filter 然後去定義我們load function 去逼近我們的label data這樣子 那 那 那 而且 我的 而且我已經 我 我效率上面已經改到可以使用 可以被擴展的 可以被 node數可以一直擴展上去 跟我的邊數成正比的這種擴展方式這樣子 嗯 所以計算量就不會太佔我 然後參數一邊燒這樣子 這就是 這一篇最主要的貢獻 這一篇呢 也是 也是 你幾乎在圖形神經網路 你提到GCN的話 圖形卷跡神經網路的話 幾乎沒有例外就是用這一篇當展開 就是它定義的這個式子 的這個 這樣子的方式做 做定義出卷跡出來 那 其他的方法也都是用這篇當展開 對 那我們會 接下來會講到 但是 但是你去看 但是 有的 有些library 他會用17年的那一篇 17年 等一下要講17年那一篇 當作他的 當作GCN的代名詞 對 那17年那一篇又再度的再 再改進了這個方法 對 但是 等一下可能會講說就是 這個方法比較 比較有很好的延伸性跟擴展性 而那一篇已經很受限了 雖然他的效果不錯 對 那 我忘了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 他的paper裡面除了簡化了 除了定義出一個general的filter 一個可以被參數化的filter 在頻率上面出來 對 那 而且他 效率很好 可以 覺得可以被 可以被 大量的給開始使用 這樣子 不用做igemlay 而且 速度好以外 他認為 他認為 我接下來 這邊都是用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l嗎 對 l是拉布拉斯矩陣 對 那我對 缺筆雪夫多項是 我對缺筆雪夫多項是 如果帶入的現在都是l的話 那 我每一項做參數 就會有六次項 五次項 四次項 三次項 六次項 去做他的參數化 對不對 去做他的參數 對 就是ceta裡面 那每一項的話 都有 都會有多次項這樣子 那這邊的l的平方 就是代表說 l只要變平方了 就代表說 我跟我的一街相鄰的鄰居的連通度 就是我跟我哪一個鄰居 如果在 兩個啦 在兩步距離我是有連通的 所以 他就會是一個 代表我跟我兩個距離的連通性 連通的矩陣 對 那三次的話 L乘張三次的話 就是我三步可以到的 就是會形成一個新的矩陣 那這個矩陣就是 跟我現在這個點三步以後 會有連接的哪些點的相連性的這個矩陣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這個參數化的方式 是由l0到l6所組 如果是由我自己定義k 如果是6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l0到l6所組成的 的參數化的方式 那其實就是說 我會把我會把我0到 我的6部範圍內的鄰居的特性都考慮進來 對 他們的特徵都考慮進來 對 因為我乘上x三層的話 這邊會定義 會等於會出現一個 新的疊加出來的l的矩陣 那一定是考慮到 我1部跟6部以後的相連的那些點這樣子 所以到底是怎麼用呢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參數化出來的結果 我也不能那個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定越多 你就越 你可以 你才可以現在 你疊加出來的新的l的矩陣 如果考慮到6部的話 你跟第6部的之間 才會是一個有連通的值 所以你乘上來的值以後 你才會疊加到它的特徵向量 對 所以就是說 你才會imbeding到你第6 你定義到最遠的那一部的向量 所以他就是說 我考慮到的這個filter 其實是具有區域性的 是有考慮到 是有區域性的 那區域性是由你定義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講完了convolution這件事情之外 那在鬼幅上面做closing 那做pooling這件事情呢 是怎麼做呢 所以在圖上面做pooling這件事情呢 也不能夠隨便的三節點 就是 做pooling這件事情呢 就相當於是圖分群 就graph clustering 就是有一個 那就是說我相近的節點 物以類聚 我聚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合併為一個節點 這樣子 那簡單就是這樣講 就是相近的節點呢 我就把它合併為同一個節點 那這樣子的分群會比較好 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隨便分的話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這樣子其實可能會有一些點 就忽然消失掉了 就是說你可能這個圖裡面會 其實有五群啦 懂得嗎 有五群的 但是你如果是用任意的去做 去做等比例的篩檢的話 其實好像不太 不太 不太 不太好 但是因為 但是你如果是做 以分群的方式去的話 那那五群是還是會存在的 對 所以 這它的定義的方式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 就是 對 然後去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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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 pooling以後 當然就是直接對 已經有label 對有label的資料 我們再去 我們再去 去定義它的loss function 做一個分類 這樣子 所以說 16年的方法的話 是定義出這個架構 它定義出了這個架構 這個卷積的方式 跟剛剛 玻璃的方式 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屬於一個很經典的 只要提到GCN就是 背上這個架構的方式 那它的好 它的重要性就是 這個filter會有區域性 剛剛說了 然後 然後 它是定義在頻率率上面 對 然後而且是一個泛化的 就是說你不用去考慮它幾何 來定義這個filter 然後它計算量比較低 比較低 可以線性 可以配線性擴展 跟你Edge的數目前陣 這樣子 然後 剛剛那邊也是一個 efficial的pooling 對 那 那 這篇paper有特別提到它的實驗結果 就是說它跟傳統的CNN做比較 很小 它把 它把一張圖 一般2D的圖 它轉成 它定義每一個點 周圍會有八個領區 就是你的 周圍八個點 pixel 周圍的八個點pixel 然後把一張完整的圖 轉到graph上面去 用這種方法 對 那 然後 這邊是它的那個 網路的架構 這樣子 convolution32層 玻璃4層 然後 forkamnated 51 517N 然後 這是一個 ENAT 在本來的CNN上面 然後 對misk這個資料體 就數字資料體 去做 去做辨識的結果 它覺得 它的 你轉到它的軌幅上面 用這個客製化的filter 去做 是可以逼近 原本的 原本的2D的圖的正確率 對 去圈你就可以逼近 就是說 我即使 我的方法 用到原本的2D上 它一樣是表現得很好 對 然後這邊是它的一些參數 這樣子 嗯 然後 但是 但是它在計算速度上面 你可以看到 就相差 原本的就差了 差了 八倍的計算速度 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到GPU上面 也是一樣差很多 對 那它只是有說 但是我的 我的設計的方式 在GPU上面 對我的CPU上面 我提升的 比你原本的CNN 在上面 所提升的速度 還要多 這樣子 然後 好處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 我本來是N個 N個變數 我變成K個變數 一個IgMalue不用分解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具有 對KHub 就是K個 K部員的鄰居 我具備有locality 對 我locality有針對到K部 K部員的鄰居 這樣子 也就是說 其實就相當於說 我的filter的size 我在相對於空間域來說 我的filter size 可以有延伸到K部 K部資源 那 他有 是這個嗎 這寫錯了 這不是這一邊 不是這一邊 這是下一邊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 一件一個 就是說 17年這篇 paper 比較被大家 大家收視 而且我們常常講GCM 就是 比較大一部分 是在講這一篇的fade paper 那這篇的貢獻就是說 剛剛那個的方法的話 還是屬於 比較 比較不直覺 比較不直覺的方式 對 然後我convolution 也定義成這樣的三數話 不是一個 漂亮的矩陣的顯示 對 然後 對 那我的這個方法呢 我 我的這個方 這一篇定義出來的方法呢 我把 結果就是說 我把 結果就是說 我把 我一樣是做 頻率域上面 我一樣想要做 頻率域上面的 那個 的卷積 頻率域上面 我一樣想做 頻率域上面的 客製化的field 但是我現在 把整個上面的式子 簡化 簡化變得很簡化 對 變成一個很簡潔的 矩陣連成的形式 對 很簡潔的矩陣連成的形式 對 而且我還不需要做孤立 就可以完成半間度式的分群 對 我還不做孤立那些東西 就直接推過來了 對 那他到底做了什麼呢 他做的事情呢 就是說我剛剛上面有一個 我剛剛 我剛剛上面有兩個 假設我今天 我剛剛上面有兩個參數 假設我今天只有定義兩個參數而已 因為剛剛上面的話 可以讓你自己定K格 K格 那我想說 我今天只有定兩個 那 我不僅 我如果只有定兩個 那就會有兩個參數 但是我第一步 我做了些什麼呢 我把這個近視 我把那個對field 客製化近視 只定義兩個參數而已 而且我還認為這兩個參數 應該要是同一個 對 應該要是同一個 對 這沒有道理 他就是做近視 對 那我如果做了 我如果做了 喔 我如果做了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我就會發現我式子可以被簡化成 可以被 因為參數就會被只變成一個 那我的拉伯拉斯舉證就會長 就會回到這個樣子 那我拉伯拉斯舉證 如果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在做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這個犬跡 我去做 我會發現我 我計算會開始變得不穩定 而且會歸平 It is falling 對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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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is falling 總之他說 我發現這個會有is falling的現象 然後經過我做實驗的結果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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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的 我原本的拉伯拉斯舉證呢 是 我原本的 我被簡化成現在這個樣子裡 等一下 我被簡化成現在這個樣子的舉證 然後我發現 我做了實驗以後 我發現這個新的這個舉證呢 只要被我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就不會 就不會有 Gradian is falling的現象 那我做了 到底做了什麼修改呢 我就是 我替這個相迎舉證 這個 我 我看一下 喔 我拿掉了這個i 然後 我替這個相迎舉證 我替這個相迎舉證 加上一個自己的cycle 就是說 相迎舉證呢 本來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相迎舉證 相迎舉證是紀錄 我跟其他人之間的相迎關係 對 我跟其他人相迎關係 但是我自己的對角是沒有 是零的 都是零 對 那我替我自己的對角加上1 也就是說 我跟我自己有相0 對 的這件事情 對 那同之間因為這個樣子 我的degree 我的degree會多一個1 對 然後 就會產生一個 最後結論就會得到一個 一個 我們來看就是最後 其實你前面也可以不用看啦 對啊 你只要知道他把前面的式子 近視成為現在 頻率域上面的式子 竟然近視成為現在這個式子 對啊 欸 這個式子 這樣子 這個式子 你不用管DMers 你不用管DMers 因為D 你不用去看D 因為D 你不用去看D 部分之一 跟Axd institutional 也是一個Lapar river 它乘上D 好了 Dobar river 結果 就是相當於 就相當於 對愛跟美 Flow 做正規化 對 所以你不用太理會 因為 因為這是一個degui 這個矩陣 原本的degui的那個 它是對拉伯拉斯矩陣 等於是做i跟美魯正規的話 所以你不用擬 你只要 你也不用特別去考慮那個東西 因為在配合上也不會特別講 因為他們也不會特別講這個矩陣 就是我們一樣把這個 左邊這個矩陣當作一個拉伯拉斯矩陣 對 就是記錄了 記錄了我跟其他邊相連關係的這個矩陣 對 那這個 只要是我有連通邊的話 總之它中間是a 就代表它是一個相連 相連矩陣 就是說我跟 記錄了我跟我周圍的邊 如果是有相連 它就會是e這樣子 只是這個矩陣的話 自己跟自己 我自己跟自己還是有相連的 對 因為剛剛加了一個 就是說我多加一個safe cycle 進去這個圖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式子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現在x 我x乘上左邊這個拉伯拉斯矩陣 而且右邊是乘上一個參數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意思非常簡單 就代表我所有的項量 我去跟我周圍的所有的neighbor 一階的一個hub的neighbor 去做一個參數化後的 相連的加權平均 懂嗎 對 所以它等於它的意思 又竟然從原本頻率率 竟然得到的式子又推回了空間率 懂嗎 它這個式子最後被它推回了空間率 所以我去看微軟的prelame 有關 微軟也是GCN這一塊的 在空間率上面 他們是走空間率的方法 對當然他們的prelame 有一篇prelame 它的演講裡面 也特別提到有兩條線 其中一條就是 就是 這兩篇paper 這兩篇paper的主線 但是當提到這篇paper的時候 又又繞回了 又繞回了空間域去了 因為它的體力又回到空間域 所以我上面 我所有的點上面的feature 我乘上了 拉伯拉斯矩陣 而且在右邊再乘上參數 所以就等於是我對所有的周圍的點 每一個點都給它一個 每一個neighbor都給它一個參數 然後做加群PG 跟我自己的feature做加群PG 這樣子 那 所以說 這就相當於 對每一個點做embedding了 回到剛剛空間域的說法 我等於是 我乘上一次這個 我乘上一次這個式子 x乘上A 這邊 你把這邊看成D inverse D inverse 都一樣 就是都一樣這樣子 那 就是說 我對這個式子 我對新的這個式子 乘上一次的話 就相當於 對我一個 我對我周圍的 的節點 做一次加選平均 特徵值的加選平均 然後 然後計算到 取代我現在的x的值 對 取代我現在這個點的 的 的 的特徵像那樣 那我再乘第二次呢 代表神經事 我再乘第二次的話 我再推 這個 這個 神經網路再推第二層 再乘 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就等於是我又 對我周圍的 再做一次 這樣子 那 那 我又對我周圍的 再做一次加選平均 再做一次 embedding 這代表 我 第二次的話 因為我第一次 我所有的點 第一次的話 對 如果你所有的點的話 都做一次embedding 你再做 你再對所有的點 再做一次embedding 你就會相當於 你拿到兩階的資訊 你懂嗎 兩階的資訊 兩階的資訊 你等於 因為你等於是 你現在你周圍的點 他的embedding 都改變了 你周圍的點 他其實都拿到自己 自己一階的embedding 對 然後你現在再做一次加選平均 又把 又把 就等於是 你又拿到 你拿到第二次的 第二階圓的 加選平均 這樣子 第二階的embedding 的資訊資 我先講這個 他 這個paper呢 他最後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雖然我的近視很不合理 他沒有講得這麼暗序啊 但是 他說 但是我的結果 我的結果直觀上來看 非常合理 而且我在附屋上面 特別用空間域的一篇paper 就是上面這個paper 的舊方法 來提 這個是分群 在圖上面分群的一篇舊方法 對 來特別來講這一件事情 對 就是說 這一篇的話 是一個舊的 在圖上面分群的演算法 那他到底在做什麼呢 他就是說 我今天 對每一個 每一個點啊 我都去算 我對我每一個點喔 我都去算 我把我周圍的neighbor 的feature 都 都加起來 都加起來 然後做一個加權平均 然後 累加到我現在這個點上面 然後 這一件事情 我 我對所有的點都做一次 也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點呢 就會有 周圍的embedding 的資訊 得到一新的embedding 每一個點都是這樣 然後我不停的反覆 一停 不停的repeat 這個行為 所以我就等於是 我做第二次的時候 就拿到了 就拿到第二次 第二階的neighbor的資訊 然後再拿一次 就是第三階的資訊 因為 然後他認為 這點算法最後會打到 會認為最後會打到一個car reach 也就是說大家 最後會進入一個穩態 然後大家的 最後的embedding 會變化不大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的意思 就 從直觀上面來看 可以說是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相近的點 我如果在空間上面幾個 比較相近的 特徵上面比較相近的點的話 我理論上這一件事情 做了很多次以後 我應該會拿到我一個最遠的 最最整個圖上面 我以我的點為中心 到達最遠的邊界 裡面所有的點的 特徵像樣的embedding 只是離我比較近的 因為離我比較近的 可能拿的是比較多的 那離我比較遠的 由於是由周圍拿到的 所以它整個特徵的融合以後 理論上跟我周圍的點 我理論上 我最後去stable以後 跟我臨近的點 我要做分群上面 我臨近的點 它的embedding應該會很接近 stable以後 embedding應該要很接近 因為我們都是有相同的 相同對外 相同對整個圖而言 那個feature的觀念性 對啊 好難解釋喔 懂嗎 對 那 從直觀上來說 我在這裡做的事情 我推三層 就是說 我推三層 我在這裡做了三層的話 就是說 我拿了一階的 鄰居的embedding做價錢 然後我再拿 我再做一次 就等於是 我又對我周圍的鄰居做一次 但是這一次的話 周圍的已經做完embedding 所以我等於是拿了兩個hub 對 那我再做一次 就等於是拿了 我有拿到三個hub的資訊 這樣子 應該很好理解吧 你想一想 就是說 你想一想 就是說我現在 我是在中心點嘛 那我 我今天 我對我的周圍 做一次加權平均 我就拿到我的鄰居的 加權平均了 對不對 那我周圍的鄰居 也拿到他的 他周圍鄰居的加權平均 但我接下來第二次的時候 我再對我的鄰居 又做一次加權平均的話 我其實有加權到 我其實是有加權到我第三層的 只是那個第三層 是因為 因為加權了兩次 懂嗎 加權了兩次 所以第三層的那個 你再把數學攤看看 第三層的那個 因為成了兩次的參數 兩次的加權 所以第三層的那個資訊 加進來的 他的比例其實是很低的 懂嗎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的直推上面 來說跟這個就是 演算法很像 但是我其實 end to end 他是直接 剛剛已經說過了 他是直接在空間上面 embedding 但我可是直接 chaining 我邊chaining 邊chaining這個filter 來決定我的 embedding的 應該要怎麼 embedding的參數 就是weight 權重值是怎麼樣 所以理論上 我的效果應該是 絕對會比較好 事實上他也證明了 我比空間域上面 當時的 embedding的方式 還要好 的準確度高 但是 對 準確度比較高 那這三個就是 就是屬於 那個 cite 就是屬於 graf 但是屬於 citation 的graf 就是說論文引用的 我今天有引用 另外一篇論文 那我就會指向這個 論文這樣子 的這種關係 那每一個論文都有他自己的 關鍵字 這樣子 所以他是要對論文引用的 重規律 那這是一個 knowledge規律 對 他有採用了一篇 knowledge規律 來進來把它拆成那個 雖然knowledge規律 有 有項 而且是有 有關聯的 但是他用了一些 而且邊是 邊是有 邊是有 有 有property的 對 但是他就是把它轉到 無像圖上為難 對 那證明他的方法 真流比舊的方法 有準確度提高了 對 所以說 嗯 那再來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說 他這樣子的做法 他這樣子的做法 他有多加了一個 我現在的input feature 成完了以後 做完一次 embedding以後 我把它叫做embedding 對啊 加取embedding以後 我會再加上原本的 加上原本的特徵值 原本的原本 這好像在 是那個google的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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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就是這樣子做 就是我 我的 那個 output出去的layer 做完一次 convolution之後 會再加 activation之後 我再把之前的 input再加過來 對 好像是為了要防止 grading vanish的問題 對 所以他發現這個去殼真的 欸 既然也有用 而且 他的實驗 在第三層的時候 的分類是最好的 所以他只會用 他只 他的都是用第三層 這樣子 而且他發現 綠色就是 有加了rational net 的分類 竟然比每家還要好 有分類在chain 的時候都比每家好 對 就很多不合理 他也沒解釋 對 所以說 但是這篇的話 他自己說 他有限制 就是說他現在是把所有的 所有的 那個 label的data 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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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e function 做chaining 所以這是一個full page 未來可以 可以改成mini page 然後就可以做 以及 可以加速這樣子 那我們 那目前的話 有項編 跟 有項編的話 其實 雖然用了一些trick的方式 但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對 那這也是目前GCN GCN的一個被大家詬病的地方 就是好像不能夠 他目前就是針對無項圖 對 無項的那種圖 那如果是有因果關聯的 好像還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樣子 那他的限制 他認為你剛剛看到了 呃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對一個相應矩陣 加入一個safe cycle 他發現喔 在模線資料集上面喔 我可能必須要對這個safe cycle 做一個參數 對 做一個參數 然後才會 那他自己的解釋呢 是說 欸 是我 我邊的重要性呢 跟我自己的關聯性呢 可能要做一個取捨 對 雖然我加入這個trick 但我發現這個trick 可能要做一個參數的取捨 才會可以在某些資料集 達到比較好的結果 就是 又是一個trick 對 那 再來就是最後囉 有一個教授就開始通編 通編 通編 就是E7啊 寫錯 對 通編他的方法 他認為他的方法呢 你從空間變回 對 從頻率域變成空間域是受限的 反而是 呃 對 第一個是 你 你只用了一個k的直射E 而已 你只有一個參數而已 所以你其實現在 你現在就相當於 呃 應該說你剛剛有發現他的embedding 都 他的embedding就是 就是一個 只對你周圍的neighbor 每次都只對你周圍的neighbor 你的convolution就是一個對你周圍的一街鄰居做filter 其實他就相當於你在 在影像上面 在image上面 你只有一個3x3的filter 對 因為你只對你的小小的neighbor周圍 再來是 再來是 呃 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 這一種在頻率域上面的 在頻率域上面的filter 他會是一個 他會是一個 中央對稱的 在相當於在空間域上面來說 他會是一個中央對稱的filter 也就是說他認為說 你這種filter呢 他 你這種filter 你不可能會去學那種edge的filter 對 不可能可以去學到那種edge的filter 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說你可能這邊都是e 這邊都是e 這邊都是e 這樣子的filter 對 因為他這種filter 會是一個 他的原生屬性是這樣子 對 那他認為喔 defer 2016那一篇 比較有更多的可能性 儘管他的計算負擔 沒有17年 這麼少 這樣子 對 這麼簡潔跟這麼少 但是他有更多的 16年這邊 比較有更多的可能性 這樣子 然後這些是醫學打的那個 好 那 頻率域這邊呢 頻率域的方法 剛剛講到 不管是16還是17呢 他都有一些 他都有一些 缺點 就是缺點的話 就是只是 楊雷庫講的嘛 對 他認為 目前的話 情況下還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你對哪isomorphic的domain 也就是說 就是說兩個圖的 兩個圖不是同構圖 對 如果你是同構圖的話 其實 其實 其實就相當於是同一個圖啊 對啊 就是非同構圖的意義在圖上面 就是說是 在幾個上面 就是屬於兩個不同的圖啊 對 那我對兩個不同的圖的話 我之前 我在頻率域上面訓練出來的filter 是無法 是沒有辦法犯話使用的 對 我沒有辦法直接過去 原因是因為 其實很明顯 我一開始我對 拉普拉斯矩陣做 埃根梅里德的分解 然後我在 應該說 我後來犯話裡面 我的缺必血夫多相識 代入的就是 我這個圖的 埃根 的 拉普拉斯矩陣嘛 對不對 我根本就是最後變成 對拉普拉斯矩陣做多相識 對 然後去代表了 呃 就代表的是 捲機的結果 對 那這個 你這種方式呢 怎麼可能犯話到另外一個圖去 對 所以你另外一個圖的話 你就要利用另外一個 你的圖的拉普拉斯 所以根本就沒有filter 可以券出來的結果 做券式的能0總結 這種可能性 對 對 那再來是 它的 kernel 會是 我剛剛說 會 可能就是會是那種 對稱型的結構 對 對稱型的結構 就是 對稱型的filter 對 那這邊 說實話我也還沒有 完全找到證據 為什麼它是 它一定會是一個 這樣子對稱型的filter 不過如果是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樣你可以 你的能力可能就會受到局限 這樣子 那目前只能夠處理 無像圖 這樣子 18年的話 18年有一篇 還沒有看能仔細 就是18年有一篇 那個騰訊的實驗室 那他們針對分子結構 然後改變了 然後他們主要是用16年的那一篇 去做延伸 他們要分類不同的分子 對 不同的分子的結構 應該是這樣 對啊 確定 呢 那他們 他們會對每一個 他們會對每一個 每一個你帶進去 dah before 自己算他的拉圖拉室 自 wo 因為他認為說 你我們之前16年 17年那篇的話 最大問題是說 我代替我的圖 我的我每一個 我每一個點啊 我每一個 我圖上的每一個節點是共用filter 是共用filter的方式對不對 就是我圖上的每一個節點 對啊 一定是 一定是共用這整個 我做convolution的時候 一定是共用整個filter這樣子 然後我參數化 我參數化在頻率上filter 也是所有的節點 都一起共用這個參數化filter 那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 拆開來的不同的圖呢 我這個拆開來不同的圖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很大的圖 很大的圖 很大的圖 然後它只是每一個圖都是不連通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拉法拉斯矩陣 對 對於 對於剛剛的16年17年的paper來說 它的處理方式 它要做分類的話 它一定要 它要做分類的話 幾乎就是說你要變成一個大圖 對 然後大圖上面 我可以對每一個點去做filter對不對 去對每一個點去做圈 然後得到這個大圖 它做的方法就是對這個大的拉法拉斯圖 去做去參數化它 去參數化它這樣子 去參數化它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 你要做圖的方式 只能像它剛才那樣子 但是它認為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不好用 因為圖路過很大的新功效 而且如果裡面都是 我不是要對每一個節點分類 我是要對小圖做分類 那你要怎麼辦 對那 所以說它就提出來一個新的改良 改進或的架構這樣子 那主要的方式呢 我就 簡單講一下 好就是 那主要方式 其實就只是我做mini batch 每一個我做mini batch 然後我mini batch 我mini batch的時候 我每一個小圖 我都有自己的拉法拉斯 對 都有自己拉法拉斯的 都有一個自己定義的小的拉法拉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但是有一個trick是 我的拉法拉斯的 我拉法拉斯的相迎矩陣呢 相迎矩陣 我會 我相迎矩陣不再是1 我相迎矩陣會加入我點跟點之間的觀點性 相似性 我會去計算 我會去計算我點跟點之間他們的相似性 然後我會把它帶進去這個相迎矩陣 所以相迎矩陣之間不是都是1 它還會加上我跟其他點的相似性的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 我把這樣子拉法拉斯的每一個圖 每一個小圖 我都訓練 我都算出一個小的 自己的拉法拉斯 然後我把它累加起來 每一個圖的累 拉法拉斯都累加起來 成為一個新的拉法拉斯的矩陣 然後我再去做chaining 這樣子 去做它的classify的chaining 這樣子 那 那 嗯 嗯 對 那它覺得這樣子 我就可以避開 我一開始 那我這樣子 我就可以替每一個 每一個圖 都 我計算量就不會這麼大 螢幕不是一個大圖 對 然後我同時間 又可以適用在 不同的quave 都有自己的filte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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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這樣 好 然後當然是 最後是要跟前面的 稍微做一下比較 嗯 嗯 然後這樣子的方式 就不會再受限 quave太大的問題 對 然後我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拉法拉斯 對 然後我不會 我不是大家一起共用 一個 一樣的filter 這樣子 嗯 好 這邊我是Roth看一下 那 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過 那個 嗯 大致上是講完了 那大致上就是說 那個 圖形選機網路呢 到底有 還有什麼樣的限制呢 今年CVPR跟ICL啊 都出現了兩篇paper 他的標題都是 How Powerful R Graph Confusion New Network 這個title蠻 蠻有名的 原因是因為 16年 17年那篇paper的作者 他就是 他 應該說 剛剛抨擊他的那位教授 對他們的方法 對那個頻率轉為 空間域的方法 他寫了一篇這樣子的文章 然後去抨擊他們 然後 接下來 Tiff就 就去comment他 好像算是 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反駁他的手法 然後 接下來 19年的 兩篇paper都是用這個做title 然後就是 就是有很詳細的分析 那個 現在在頻率上的 的做法 他的 他們有做一些改進 然後跟做 然後跟對他的限制做一個很詳細的描述 對 啊我還沒有看 只是說可以 遊戲劇可以去看 那大致上 今天的報告就是 這樣子 這個 好 謝謝 還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問題 就是說 現在的都是做到五項圖上面嗎 還是有 已經有一些人做 這樣子 我是有看到有paper 是叫做inductive 就是 就是 就是可能是 有關聯性的 然後做了在GCF上面 因為 多多少少的目的 還是會看到有人 有人把它 有人去設計成有項圖 只是 有項圖也是大家在努力的方向 那樣子 那是說是不是有項圖 他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 可以 壓縮計算的方法 這樣子 因為 嗯 對啊 因為有關聯性嘛 對啊 對 我還沒看到嘛 對 好像比較少的那個 對 比較難 對啊 因為我看 對 因為 對 沒錯 因為他只有對 Nargy Graf 做處理 但是Nargy Graf 是有相信的 那他處理方式 是把它轉圖向圖 去處理 那就是 變成 他只是把 關聯 把動作這件事情 拆開成兩個 變成兩個 一個 兩個點之間的 H變成兩個H 就是我住台北 變成 住 住就變成一個新的節點了 那被住 又變成一個新的節點 所以我跟住 就變成一個新的邊 那被住跟台北又變成一個新的邊 然後中間又有關聯了 所以 一個有關聯性的行為 就被拆開來 那這樣子做 他 他這樣很具體的做法 就是 就是 就變成他 他要 多設計這個 額外節點的 One Heart Encoding 然後 所以原本的Feature 又會為了這個行為 這個新的節點 去增加新的Feature 對 他很虛key 有一些做法 對啊 然後我就問一下 像他那個Feel的 幾乎都是對稱的嗎 我 對啊 是不是也是一個五項圖他的特性關係 所以他 穿出來都是 都是對稱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他是無序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 你不是對稱的話 你就 那些方法 可能就不能適用 一些簡化技術的方法 這樣嗎 很例如 我說 因為他是有項圖 所以他可能不是對稱 但是 就沒有找到適合的可以 讓他好 對啊 沒錯 因為這樣子的方法 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因為這樣子 對稱性的Feature 是 嗯 是 如果是有項圖 可能就要考慮 有序的這件事情 對 那就沒辦法找到一個 你第七頁那個 那個 一般來說 我們 會聽說 我們 對參數 這個 可是 這裡看起來好像是 是對 Feature 去做 Regulaturation 是不是 你說這一個嗎? 對對對 這一個在 paper 上面 完全沒有說這個 F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去參考其他 pen paper 有一樣的式子 那他們定義說這個 F 的話是 label 對 所以我就認... 但是一樣的 就是比較舊的 paper 都會提到這個式子 我有看到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 F 一樣的 F 就是 label 這樣子 但是同時間又提出來 他覺得我們可以改成局 就是新的 embedding 改成 embedding 所以我認為這個解釋 對於這個完全沒有解釋到 F 是什麼的 17年的 second paper 這個是最好的解釋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子弄上來給大家看 17年有提到這一個 但他完全沒有提到 F 是什麼 他只說一句話就是 F 可能是一個神經網路 對 神經網路 但是他可以是一個神經網路 like 的形式 但是如果你說是他神經網路 like 的形式的話 那最有可能就是 embedding 並沒有錯啦 但我覺得我這樣的解釋 大家還是比較能格 我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已經變 embedding 顯示的話 為什麼他好像還是用 Euclidean 來率它的相似度 是不是 啊 用什麼 一樣是相減 然後絕對是平方 對 因為通常在 embedding 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 Corsi Simulity 用 Corsi Simulity 喔 應該用 O4 Corsi 有4 Corsi 有4 對 有 我只是想問說 他特別選說 他想要去覺得他接近是用 O4 距離 跟我覺得向量接近的時候 用 Corsi Simulity 用 Corsi Simulity 比較通用的感覺 我不確定 因為像我們在做 embedding 的時候 不是說 你想要去找這個詞的 持向量跟哪個詞相近 我們也都是考在Corsi Simulity去找 喔 就是 就我自己的理解啊 之前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 Corsi 比較重視的是他的那個角度嘛 對不對 其實他對 他對於你如果相量的等量 忽然變大 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如果他寫成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他不考慮那個 不是特別考慮這樣的角度 而是考慮 長度跟角度都有考慮的 才會在相近的位置 就是這種整法 應該是不是 用 Corsi 的話一定是考慮 角度比較遠 對啊 角度一樣 但是你量如果變大 角度是怎麼變的 如果兩個點 就是同一條線連身上面 Corsi Simulity也是0 對 是不會變的 然後在這個case裡面 你會覺得我這樣還是差滿多的 對 對啊 所以這個兩個是差異是像這樣 對 相似 雖然如果 這個如果Chin到最後都是完美狀態之下 他的UQ力量很相近的話 我覺得Corsi Simulity也會很相近 嗯 是 對不對 因為他都已經在附近了 角度一定不會差太遠了 會不會其實你的磁箱量都有經過正規畫 所以他其實比較考慮也是語意上面的觀念性 就是Corsi的東西 對 那他這樣子的方式 會不會是 先做Sommage然後再做Corsi Simulity 對啊 做Sommage的時候全部都弄的東西 那如果是 就對他剛剛講的沒有錯 比如說有點在這邊 然後這個點在這邊 這個點在那邊 他們角度都是一樣的 嗯 可是他們跟大小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同的角度 我這邊想像說 今天如果是圖形的話 如果真正的普通圖形的話 那一張圖 你把它大家一起變暗 好像用Corsi Simulity 他們是一樣的 對 是一樣的 是會分到同類 他不考慮到大小 對啊 這邊的話如果大家都是一樣 像你應該也是會做正規畫嘛 對啊 也是會做正規畫 所以其實不會考慮他的大小吧 嗯 那有可能 嗯 他在這邊 在最後分類的時候 他用的判別 判別 判斷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就是 通常Lost function 你怎麼選 好像就是會影響到你 你之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決定他的分群 什麼樣的方式 決定他的分群 對 還是他自己 這裡的話 也是 就是 因為這個決定的方式 補 這個式子 我看到的貝會 也沒有解釋很詳細 他就是 他認為說就是 都只是很簡潔 就是說我根據你的Label 跟你的Input Feature 你自己去設計他的模型 的BG 最佳化 這樣子就是他的Lost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自己的Classified 這樣就 對 好問題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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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 只是 有什麼樣的情況是沒有正規化嗎 因為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4億的方式 對 就是兩個之間的向量 都可以差距 不可以差距太大 你做Cosine那些 應該也是 針對你的特點情況 一定是適用 因為整個Guerf的領域 大家都不一樣 對 他的正規化形式 Lost形式一定是不一樣 對啊 有什麼是 有什麼是 不會做Normal嗎 欸 可是我如果做 我如果加全完我周圍的Nabel 做完Embedding以後 這個值不一定 不一定正規 對啊 不一定正規啊 對啊 對啊 這個 這個量也是它程度的標準 對啊 他有把 把量也可了進去 對啊 對啊 聽起來好像蠻多一點 你有忘記 A11 是 0嗎 A A11 A11 自己跟自己 喔 自己跟自己是0 對 那那個展開來的話 是不是只會是 FSI 還是FJ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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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什麼 這個 這個喔 承開 承開 這個要往前看 來 在這邊 在右下角 左 那邊 還有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 就要謝謝 自然 謝謝